然后有一个抽奖 然后有今天晚上会在他下播前抽奖 第一个是抽20位小朋友 送1021块钱的回血红包 然后再抽一个人 送今天直播间所有卖的所有产品 就是经理嘛对不对 弟弟呢 我看到有人说弟弟呢 弟弟在后面睡觉 他今天一天都蛮困的 看他把他抱过来了 哎呦我的天哪 来了来了来了 我很担心的 其实我今天直播之前 21日是富蓬离开李佳琪后的 首次直播 小助理也能独挡一面了 不少网友表示很欣慰 全段时间抱住离开团队 也是惹不少网友难受 现在看着两个人 都在努力做事业 小伙表示很开心 哪怕是直播间里没有李佳琪 男人C位也被挤爆了 东西秒空 本身经历丰富的富蓬 相信会越来越好 最后表白一句 手里的狗狗超可爱 富总你来上班了 没有没有没有 所以今天富总打领带 是意义深场吧 就是想要正式一点 就是打工仔就只能穿T恤来上班 然后就是老板就要穿衬衫加领带 对对对对